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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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血龍海南會館 天候宮 中華藥圖 我是喜民副醫師 今天呢 在這裡呢 我要介紹 這個 翠雁馬蘭 翠雁馬蘭呢 在民间也叫做黑面浆筋 同时它的别名也叫做化色草 化色头的花 化色草 我们的药用一般都是用浅草 就是说包括它的叶 枝 包括根 浅草都可以用 那么它主要用在是清测解毒 那么这个清测解毒就是说 凡是浙病引体的浙毒 不是那种事物众毒的那种解毒 就是身体像放热 产生那种毒素 就是说比如说有毒藏 或者毒疹这一类 所以我们都可以用 那么同时它可以活血消肿 那活血消肿一般就是指的就是说 比如说对伤 造成黑青 那么黑青我们就说凝触血 那么就可以把那个血能够给它流通 那么就当到消肿的作用 那么主要呢在一般呢 这个黑面浆巾呢 它的这个 看着黑面浆巾 它的叶子呢它是很像有粗粗 像有带着有毛这样 你摸下去那叶子比较粗的 同时呢它要辨论它呢 是不是黑面浆巾呢 因为质物都有相同 那么一般呢我们就采的来看 因为黑面浆巾呢它是有总结的 这一届一届会有总结 那么这个总结呢在中医 我们说在这个中医 中庙来讲呢 它有凡是有总结都能够用在这种 或者这种消肿的作用 那么这个黑面浆巾 目前呢我们发现有两个品种 一个呢就是脂粒的 这种脂粒的 那么另外一种呢是 漫藤的就攀藤的 攀藤的目前呢 这个名称还不大清楚啦 所以呢目前呢只有这个 智粒的智粒的这种草本呢 我们有它的正确的名字 所以一般用呢我们是鼓励用的 那么这个内容 我们就先回来 我们就先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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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